欢迎收看今天1月7号的蜡新闻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一寇 在国际之间 美国今天的国会被群众冲入 很多人指责这是川普所散动的 但是真相如何呢 我们今天从各种不同的影片的角度看来 似乎是有假川粉他们冒名来制造混乱 华盛顿特区本来在投票的时候 就是一个对川普十分十分的敌意的地方 那今天的美国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竟然在中共当局的小粉红非常高兴一起耻笑 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 你有国会吗 这个使大家想到了过去在台湾的太阳花的学运 那个时候的台湾的民主的有秩序 以及一般公民的觉醒的力量 似乎映照出台湾不只是疫情跑第一 我们在一个民主机制之下 所以维护出来的一个平衡的社会 似乎也是一个世界上可以好好的观察的指标哦 同时呢在香港昨天出现了所谓的香港版的美丽岛大搜捕之后 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务卿蓬佩欧 他对于美国国会的混乱 他发布了他的声明 表示所有的暴动都要依法处理之外呢 他今天也发布声明支持香港人的民主 谴责中共在香港的破坏手段跟磨手 同时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布 那就是美国现任的联合国的大使 这位特拉夫女士 他将要访问台湾 这是什么样的意涵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讯息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告诉大家 在美国的政情一片混乱 在中共呢无所不用其极的极权专制手法 已经让大家猜测连马云呢 人在哪里都不知去向的情况之下 台湾这个有天堂乐园 而且平和的这座岛屿 它已经成为了国际战略当中的 非常重要的一座城堡 我们也要跟大家进行深入的讨论 同时呢更可笑的是 中国当局目前呢 不只是他们呢限电机动 还出现了疫情的超级传播网 以及疫情又有另外一个无法控制的状况 行之下呢他们的疫苗被证明 是有问题的 实际的数据显示 习近平为了要躲避施打疫苗 他居然颁布了一个18岁到59岁的人 去施打疫苗的一个新的法案 为什么呢 习近平今年67岁 这个年龄在所有的国家都是高风险群 都是要立刻这个在医护人员之后 接下来就要施打疫苗的对象啊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竟然还有国民党的这个人士呢 替中国疫苗在那里做啦啦队 还有国民党的人呢 对于台湾呢 不买中国疫苗呢 痛批这个指挥中心 我们也要跟大家进行好好的讨论 节目的最后我们还要谈柯文哲 他把蔡英文拿出来批评蹭声量也就罢了 他的政治前途要靠付出的韩国瑜来拯救吗 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 王志胜教授曾经说 韩国瑜去做柯文哲的副市长 恐怕这两个人可以蹭出一个不一样的天空 今天郑昭欣在现场 我们要来好好的来讨论 韩国瑜会不会借着罢免黄杰 这个议题呢 重出江湖 来介绍现场的来宾 第一位资产媒体人余妹妹 客姐好 大家好 好 欢迎你 继续为各位介绍的是政治评论家温朗东 客姐好 大家好 好 谢谢 民进党的台南选出来的立法委员陈廷飞 客姐好 大家好 好 谢谢 签国道代表黄鹏笑 余可好 大家好 好 欢迎你 来一行为各位介绍的是 余北辰将军 客姐好 大家好 好 韩国瑜以前的发言人 郑昭欣 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 最新的报道 庞贝欧宣布 美国现任驻联合国大使 克拉夫女士将要来台湾访问 各位记得吗 在9月中的时候 克拉夫跟我们的纽约代表处的处长 曾经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呢 一起吃午餐 而呢 被拍到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的背后就是说 美国的驻联合国的大使 要协助台湾呢 加入联合国 而纽约代表处的这位处长呢 是李光章 就在1月20号 因为呢 今天虽然混乱 拜登呢 可能当选 美国总统被确认的消息 底定之后呢 川普总统就要确认 而拜登新的政权要上任 新的政权上任之际 蓬佩欧做了这么重大的宣布 背后意涵 当然是非常值得 我们各界来深入探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台北时间7号凌晨 发布力挺港人的声明 里面放了有台的彩蛋 宣布将派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 访问台湾 文中提到 即使中国共产党致力削弱台湾的巨大成功 台湾是个可靠伙伴跟活力民主政体 台湾展现出一个享有自由的中国 所能达成的成就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 即将访台的消息一出 台湾政坛为之振奋 那如果这一次他就是来台湾的行程成型的话 那他将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有史以来第一次访台 曾任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克拉夫特 2019年9月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后 就经常发表有台言论 曾在分享视讯工作坊照片的时候 背景摆放一只台湾黑熊的娃娃 也主动公开跟我国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共进午餐的照片 还强调这是历史性的会晤 力挺台湾重返联合国 去年底更公开赞许台湾是真实良善的力量 与中国侵犯人权的暴行 形成鲜明对比 外交部我们对此表达诚挚的欢迎 我方克就克拉夫大使他来访的细节 与美国在台协会AIT积极协调当中 这也充分展现美国对台湾国际参与的强劲支持 并且象征台美全球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提升 外交部证实讯息 克拉夫特主动争取将在1月20号川普卸任之前访台 总统府也表达诚挚欢迎 克拉夫特将成为台美断交后首位访台的现任美国驻联大使 美国高官接力访台 也看得出川普卸任前刻意猛打台湾牌 邦佩奕所做的这个最新的宣布 等于就在1月20号以前 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形式支持中华民国台湾 是一个主亲独立的国家嘛 对不对 这非常的清楚 其实从川普 然后还有蓬佩奥 其实在这一段时间 他对于台湾整个国家主权的立场 已经表达的非常清楚 可是大家还记得在 这个川普总统大选跟拜登的 这样的来来去去的一个纠结当中 其实当时就有人传出说 那到底下一个会来台湾访问的是谁 大家说那层级会高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我相信今天蓬佩奥在的一个宣布 他是我觉得这个宣布比较微妙一点的是 他一方面谴责香港警察 然后这个大肆去逮捕了50多名的 这个泛民派的这个人士 然后一方面宣布说 驻联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基本上要来拜访 要访问台湾 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很清楚 一个对比跟对立 对 他要呈现的是 中国就是阿爸 中国就是威权 中国就是不够民主 但是台湾是一个民主 而且极度开放的国家 而且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已经可以到了互访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 台湾跟美国基本上 我们的一个外交来访当中的 一个很大的突破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好 而且蓬佩奥这个各种的举动 蓬佩奥曾经形容过 中国是一个马克思下的一个魔鬼 对不对 一个怪物 那他的个人的经历 当过CIA的首长 而且是西点军校 他非常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邪恶的本质 可是他今天发布这个 是跟着他们谴责香港的中共 对于民主人士的那种 毫不留情的恶职的大搜捕 其实他所彰显的是民主的价值 要请教云将军 就是说他今天拜登上任之前 川普要卸任 才只剩13天的时间 他们要用民主的保岛的台湾 来作为一个对民主的歌颂跟肯定 这才是非常重要 不是我们跟他们有什么私交 是我们全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 所有的人民所建立出来的 一个被肯定的一个光亮的重点 对不对 而且今天早上刚好又举行了一个 美台的军政的对话 虽然内容没有公布 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就是在守台湾的民主的重要性了 当然其实早期美国之所以跟中国去建交 跟我们断交 原因就是看来他在广大市场 那希望能够开发 创造更多的美国利益 后来这段时间下来发现 美国他慢慢发现一件事 他为了去追求经济利益 他慢慢失去他的核心价值 叫民主自由 他的民主自由慢慢被中国的 所谓他原来专制也可以做得很好 原来专制也可以改革开放 他等于说让整个中国的做法 误导了人家对于专制的一种信念 认为说不一定民主才过得好 专制也过得很好 那但是现在美国发现了 这错了就是我最明白的一点 香港的一国两制就摆明了失败 当时香港回归给中国大陆 没有经过任何战争 也没有流血 也没有任何的冲突 就是认为说中国这么一个大国 应该会信守他的承诺 对于香港的一国两制会做得很好 现在有两制吗 现在香港有两制吗 所以他摧毁了一国两制 然后那个蓬佩奥说 我们要派我们的这个 驻联合国大使到台湾来 对就是因为台湾 现在还守住了华人世界上的真正民主价值 并不表示说华人是不适合民主的 华人可以做民主 所以意涵非常深厚 而且做得很好 因为华人最大的华人世界在哪 在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现在没有实施民主 所以他认为说 华人是不适合民主 华人走专制 按照这种专制体制下来 华人可以管得很好 平民一样有自由 平民一样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经济自由 很好 那可是呢 台湾正面的一件事 在台湾的这一群华人 我们实施民主自由 过的是真正的自由 他那个叫有限度的自由 所以美国必须要让全世界知道 原来世界上一个地方叫台湾 叫台湾 有一群华人过得非常自由 而且不能让一国两制的魔手 给这个污染了 对不对 绝不行 一国两制就完了 那老共会多生气啊 这个今天美国的政情 非常的混乱 因为美国的国会被一群 这个有人说是假的专粉 也有人说是故意知识的分子 反任华盛顿DC那个地方 反川普的人 大概有九成以上 那搞得这个还死了人 这个美国的这个事件里面 死了四个人 五十几个人被逮捕 就在这个政治混乱的状况之下 蓬佩欧还这样理性的做宣布 那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讯息 老共会气得跳脚 然后会怎样 老共已经昨天你气一次了 昨天已经气死了 昨天那个光是我们要 反正今天上午做了一件事 就是政治军事的一个会谈 虽然是视讯 可是通常以前美国这种会谈 都会在桌面底下 我们可以做 但是我不宣扬 但这次他直接告诉大家 我们明天就是今天七号 但是他主动的 美台之间的所谓政治的军事的一个会谈 我们要做 那谈什么不告诉你 对 所以老美 那个美国这样做以后 已经把中共气死了 他的这个发言人们 他都跳出来说 你这又是在向台独 势力放这个不正确的资讯 这样子 台湾的同胞 一定会陷在水深火热的 万劫不复之中 万劫不复是谁给我的 不就是你们吗 不就是你们吗 我们跟美国做一些政治上的军事上的交流 最后会造成我们万劫不复 你就直接告诉你 我要打你吗 你就直接说我要打你 干嘛讲文言文 我们都是华人吗 讲华语吗 我们听得懂吗 你干嘛讲这些 就表示真正的威胁在哪里 就是你啊 就是你 如果没有你 我们跟美国人谈什么军事合作 我们跟美国人做什么政治的会谈 不就是因为有你吗 有你在 所以更证明一件事 我们必须要跟全世界做更好的朋友 因为唯有全世界自由民主力量 才可以对抗这个邪恶 这个不断要吃掉你 要侵犯你 要把你给掐死的这个政权 好 这个川普总统呢 他的这个团队在最后的 应该今天的美国国情非常混乱 看起来拜登会在这个政情非常严峻 而且未来这个总统 已经开始跛脚的情况之下上任了 所以当拜登是跛脚总统 就算参议院他拿到了50期对50期 可是蓬佩奥的这个宣布 等于就是向全世界告知 这个民主的台湾应该加入联合国 这个民主的台湾才是民主国家 应该支持的一个这个对照中国人民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国度 这个非常的重大吧 那我们也要看北京要不要反应 北京会不理性的反应吗 那当然 这个但是呢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意义非常非常的强烈 为什么呢 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他所代表的意义非常清楚 对不对 那么意思就是说 美国的立场认为说台湾绝对是一个 只可以加入联合国的这么一个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看 在联合国的所有的会员国里面 我们比联合国现有会员国 95%以上的国家 更像一个国家嘛 做得更好的国家嘛 对不对 台湾没有联合国 so what 我们一样 我们的防疫做的全世界第一 我们的台积电 我们的这个IC产业 全世界第一 我们过去有多少的全世界第一 没有联合国 我们台湾 一样可以在地球活得好好的 但是联合国如果连台湾这么一个民主开放自由 而且先进自我管理非常良好的一个国家 还不能加入 这是你联合国自我打脸 因为你联合国的宪章里面 你规定联合国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开放的 是一个无差别的 但是你在里面 由于有部分的国家的运作 使得说这个世界上有台湾 就是老共啊 比谁都更成功的国家 对 不能加入 因为这个世界联合国里面 多少叫做失败国家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 不是从现在开始 不是美国挺台独啊 你不要乱通报 美国挺台湾啊 美国挺台湾啊 从蒋介石时代一路到现在 我在经国先执政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开始在国防部工作 说实在那个时候这种的对话 包括说我们跟美国的中情局之间的对话 年年都有 而且我们的军官 已经都断交了 但是我们的军官 很多都到美国去收序 因为我们那时候一起反共啊 对啊 所以说 后来国民党当政以后 情况不一样了 从来没有考虑过说 我要放弃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军方非常非常的清楚 台湾的战略位置是重要 现在呢 更进一步 美国的国务院 美国的这个朝野 大家共同认证 台湾是一个值得保证 让它好好的能够自由独立的国家 所以美国通过这么多法律 所以最重要刚才你讲的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工 我们是联合国的孤儿 我们WHO也这个不是正式会员工 还被这个WHO的秘书长啊 这个谭德赛欺负 但是我们在全世界 疫情表现第一 所以这位联合国的这个美国的这位女性的大使 塔拉夫特女士 她来到台湾可以见证所谓的这个外交泡泡也好 什么样的这个井然有序的疫情 不过我不是故意要问这个问题 我要请教郑造信了 你们国民党会拿那个反萊猪的牌子 去抗议这个联合国大使 有人这样讲吗 我猜呀 没有啦 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你们不会吗 你保证陈玉珍不会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需要做这样的预设 那个其他的那个委员不会吗 搞不好你们江挤城主席 第一个拿着反萊猪 好各位现场 第一个就是说 你们相不相信联合国的美国大使来到台湾 我觉得不用这样子去做 中国国民党会不会去反萊猪 对吗 那但是我就觉得说 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知道回答 你们最好不要反萊猪 在联合国大使的面前 这个两回事啦 这个两回事啦 是吗 对对对 这个联合国大使他的level 他基本上来讲 确实他在这个世界上 也是今年 可以说是历年来 就是最高层级的 所以他来你们欢迎 但是呢 这个蓬佩奥在讲的时候 其实蛮妙的 他在讲说 他第一个是因为这个 他对于他先谴责的香港 因为香港这个 他谴责香港 比你们江挤城谴责香港还要严厉 你们江挤城只说 我先讲完啦 你们在运用国安法的时候 要谨慎小心是不是 蓬佩奥谴责还比那个江主席 我先讲完 我们不乐见香港的这个状态啦 这样子的话就让大家知道 就像这个余将军刚刚提到的 就没有人要信一国两制 国民党也不认同一国两制 所以你觉得蓬佩奥讲的话 是什么意思吗 那蓬佩奥讲的蛮好玩的 他第一个是讲说谴责这个 这个香港的状况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在他的观念里面 香港的民主是被破坏掉的 大陆的这个专制的政权 也是不论是共和还是民主两党 其实我去年去过一次美国 他们对于这个过去 对于大陆的这个期待都破灭了 驻联合国大使来台湾 对中国国民党来讲是欢迎的呢 还是认为他是来长小英的志气 但是他也讲了一个 但是我也讲一个 这蓬佩奥讲说 就是说台湾为美国可靠伙伴 与蓬勃民主政体 且展现出一个自由的中国 所能达成的成就 所以他是一个free china的概念 也就是说他不认同 中国大陆这个体制 而我们今天中华民国这样子的一个民主体制 确实是在我们华人世界 是被大家所认可的认同 可是你们国民党说小英独裁专制 这个东西是隐忧 他也没有诚序之分 进口那个 就像美国作为民主政体 他内部也有民主制度 是要怎么样走更好的讨论 也有所谓的疑忧 那我们台湾在民主政体 当然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跟疑忧 是可以去讨论的 中国国民党对于目前的台湾 所做的批评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的口径 然后现在蓬佩奥要派 那他是国务院派的嘛 总统派的这个联合国大使要来台湾 那中国国民党呢 妹妹你认为他们会 他们会肯定到底吗 到时候那些 只要国台办医生下令 只要北京口径一出 就改了 北京的口径是反来猪 对不对 那北京你们这个中央电视台 曾经说过 我们今天来见证 如果北京开始骂人 你认为在台湾的这些代理人 这些红媒 这些土媒 他们会怎么形容联合国大使来台湾 我先说啦 第一 依照过去的经验法则 如果连捷克的议长来 你们的陈玉珍委员都可以去反来猪 你认为美国的初联合国大使来 这些立委们会放弃作秀的机会吗 我不认为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我必须要讲 只要中共不高兴一生 因为你可以想象 老共一定跳脚 对不对 对 那可能国民党内部已经 先不要讲反来猪 已经先一个声音出来了 不要挑衅中国 对啊 对不对 不要让中国不高兴 对不对 今天晚上就有了啦 对 那台湾不要去当川普的棋子 对 川普临去揪拨 是拿着台湾来激怒中国的 OK 然后开始又有声音出来了 然后就归罪为自己 OK 那这些声音 我相信都会涌现出来 因为这是基本上第一 传统的那种投降主义作祟 那还有一些人呢 是借这个机会 表态给中国看 因为绝对要让民进党不高兴 但是不能让北京不开心 这是这些人的这个逻辑 可是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必须要讲 那国民党就自觉于台湾人民 对 特别是说如果驻联合国大使来 这应该是我们大家都要乐观其成的事情 国家利益是共同不分蓝绿的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还有人去讲一些硬核中国 或者是说真的自己非常猪头的 去联合国大使面前去讲莱猪 讲这些猪头的话 我坦白讲 那么国民党只会让人民 再次用选票来抛弃你们 他中国共产党一定会派他在台湾的外围组织 或者是国民党里的 他的内应的好朋友干这件事情 但是呢 为什么蓬佩欧说要叫派联合国的大使来到台湾 是这么重要 而今天早上的军事对话 是这么的这个必须 在民主两个字 让大家有那种被肯定感的原因 是因为台湾的防疫良好 被很多人形容为是独裁专权 是侵犯隐私 这个是国民党人像马英九这些人 或者说像江主席 或者像柯文哲这些人 最近这一段时间所营造的 因为呢 他们呢 这个所代表的就是老共不希望台湾 又民主又防疫成功 其实台湾的防疫成功 给老共很大压力 而且你是因为 世界各国一直以台湾的例子 要告诉大家是什么 当中国要输出他的霸权 极权模式 告诉大家说防疫要这样干 要中国模式的时候 台湾是自明论民主国家 可以像台湾这样的民主国家 用这样的方式 比中国更漂亮的防疫成功 不仅不侵害人权 你可以正常生活 民主国家的优越性 制度的优越性 这种资讯的透明性 刚好对比中国的残忍 没有人权 可是台湾的成功 就是中共的失败 也因此为什么中国 无所不用其极要来打压 而这里面内部有一些人 符合他的口径 在这里面 我们真的要说 其心可诛 最新的就是克文哲 然后马英九更是如此 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是 大家都知道 对于民主的肯定 是民主对台湾全体人民的肯定 对这个机制的肯定 绝对不是对台独两个字而已 那可是中国共产党喜欢扭曲他 然后国民党里就有人这样 我们今天这个验证 如果这位特拉夫特的女性的大使来到台湾 国民党人 这个会不会去犯莱猪 我猜一定会 但是你们会如何的 这个被台湾的社会给指责呢 或是被谴责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温朗东来看一下 这个蓬佩欧对于台湾的肯定 对于香港的这件事情的谴责 刚才我们提到了 蓬佩欧骂这个中共对于香港的这个 这个控制 比昨天江启臣主席讲的还要那个严厉 而且讲的还要到位 江启臣只说 你们运用国安法要戒慎恐惧要小心 那他显然认为那个港版国安法是对的 但是港版国安法就是破坏一国两制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 对啊 其实现在这个中国大使来 我刚刚下午的时候就看了最新的一些 比较偏蓝的一些大型论坛 例如说像是雅虎 还是联合中时 这些讨论区 其实很显然的 深蓝的群众现在是绝对是反美的 他觉得说美国人都快要下台来 派人来骗钱 还说他们来这边 就除了毒株之外 是又要骗台湾什么 台湾没有这种逼别人吃毒的朋友 这个是深蓝群众 在网络论坛上面非常政治的想法 当然里面也混进了一些中国五毛 在那边推波助澜 这代表什么 对于国民党人来讲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今年八月左右的国民党主席选举 他势必要讨好深蓝 所以说我也可以体谅说赵姓 没办法很正面回答这问题 因为他的理性跟良知会知道说 国民党要长远发展 必须要跟美国跟联合 保持好关系 可是他现在国民党遇到问题 是他被深蓝群众给绑架了 对 对他必须要去服应这些深蓝群众要求 所以我认为联合国大使来 国民党是一定会派人去抗议 一定会去诅咒反莱猪 不要去丢猪心脏就好了 对一定会做这些事情 因为他不做这些事情 就不要选国民党党主席了 这些这个很无奈 而且对台湾 整个台湾来讲都很无奈的事情 因为对台湾来说 有联合国有肯定 不管他是不是一个共和党的 还是民主党的 只要你愿意来 其实那就是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更进一步一个历史时刻 那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 台湾其实就是被世界看见的地方 因为很显然是说 为什么美国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他背后就是说 不管共和党是民主党 他都知道台湾是中国的克星 为什么 因为中国在多年来 一直在跟全世界推销 所谓的东方式民主 东方式民主就是没有民主 就是中国式的这种集权 他的解释是说 我们这个汉文化 这个华人 用这个方式去统治比较好 可是台湾就完全打破 你这个思维 台湾既不是中国 也不是新加坡 他透过一个 有民主选举的一个方式 大家治理的好好的 更透过去年 一整年大家一起集体防疫 在疫情的防治上 在经济控管上面 股市还创新高 他成为一个例证 这个例证证明的是说 中国过去跟西方世界 一直在唬烂说 我们什么东方式民主 我们自己都很好 都骗人了 中国就是造成世界的乱源 就是一个失控的一个霸权 所以说对于这个美国 他派联合国来 其实是不只是美国 也包含说欧美联合国的 各个一个先进国家 他们都见证到 跟了解到说 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世界地位上面 举足轻重一个角色 因为它凸显了中国的 这样一个压坝的一个行径 好 这个民主 跟台湾的战略地位 就是今天2021年1月7号 美国的 不管是他们的五角大厦 军方或者是国务院 对台湾的态度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映照 我们台湾人也不必妄自飞薄 可是民主有的时候 会被趁吸而入 而且会被栽赃 会被陷害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美国的国会被入侵 到底这个入侵呢 是川普所煽动的呢 还是假川粉 他们在另外一个背后的力量 去害川普呢 更严重的是 居然还有外媒报道说 有拿着中华民国国旗的人 入侵到美国国会 就算在美国 有台湾人支持川普 大家都知道 那是台湾派的人多 台湾派的人 会拿他们最恶心的 中华民国国旗吗 光这个逻辑就不合理 而喜欢拿着羊头卖狗肉 然后那个 打着这个旗帜呢 这个去 这个 骗人的 那个在抗战时候 就是抗日三分啊 然后壮大积分的中国共产党 所以我强烈怀疑 如果真的有人 拿着中华民国国旗 一起混进美国国会 那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手法了 我们来看啊 国会 从他半夜开始呢 我们的凌晨呢 所引发出来的暴乱的状况 而四个美国人已经死亡了 还有五十几个人呢 他们呢 被搜捕 美国的华盛顿DC的警察 是不是在跟川普唱反调 而且在陷害川普 美国国会外头 混乱不断 全都是因为国会当天召开会议 准备认证民主党总统当选人 拜登为下任总统 大批川普支持者 早已围在国会大厦外头 抗议示威 而就在开会过程中 下午一点过后 示威者突然冲破防线 闯入国会大厦 示威者大摇大摆走入众院大厅 攻占参院主席台 以及闯入众院议长 裴洛西的办公室 现场还有民众遭到枪击 送医补治 而副总统彭斯也被人护送撤离 国会大厦一度进入封锁 总统川普则在推特发布影片 呼吁支持者回家 随后珍报警察 持续将示威者陆续驱离 而确保国会安全后 中院议长裴洛西宣布 继续认证选举结果 而彭斯宇两院议员也回到参院 当局特别出动华府国民兵为安 并实施宵禁到七号早上六点 这是美国国会两百多年来 首次遭人闯入破坏 引发全球高度关注 好 这个凌晨的这件事情 已经引发了国际的注意 美美你大概看了所有的影片 这个真的是川普的支持者在做暴动吗 现在美国的大人拜登 或是其他的民主党人都 直接的就说这个是川普搞的 而且CNN他还直接用这个 政变的企图 他说川普是企图政变 纽约时报说川普煽动暴民 跟他下标题 但是这项如何 那我比较想 因为我昨天也是跟着熬夜 看一些状况 我先说 今天为什么有这个机会 是因为川普是马赛吞巴来 你知道吗 因为太多有关于总统大选舞弊的证据 物证人众都有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到今天美国说的法院 从地方的到最高法院 没有一件事实质去审理过这证据 完全没有 主流媒体也完全都不报道 推特 Facebook 这些通通都是封锁的 所以川普想藉由在这一次国会的认证里头 因为他们会有电视台 一定要转播 一定要辩论 那么在这个转播辩论的过程当中 人民就可以看得到 那同时他也希望召唤他的支持者出来 那一方面他直接告诉出支持者 有哪些他演讲了一个多小时 你知道吗 他系数有哪些作弊的事情来发生 同时我相信他也要让共和党感受到 民意的支持度 坚强团队内部的 他也要游行嘛 对 结果 那为什么群众会冲进了国会山庄 这个冲进国会山庄 是被引诱进去的社局 这个就要告诉大家 因为如果你只看主流媒体 他们就会说是川普善动的前进国会山庄 对不对 甚至说川普政变 但事实是如此吗 靠靠 国会山庄是有备而来的 对不对 他本来外面就有警察 甚至华盛顿之前不是就已经市长都已经下令了吗 要宵禁要等等的吗 而且都有国民兵待命了 对 怎么会这么容易攻陷进去国会大厦 你觉得很奇怪是吧 我告诉各位就有人现场拍到个影片 警察把大门打开了 你看看不设防长驱直路 有没有看到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里面还有人说 来喔来喔快来喔 有没有 对 如果今天那个柵栏不打开 严正以守 你觉得这些人进得来吗 首先请教这一点 你不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吗 就是第一个 有没有人故意引人民入关呢 有没有可能故意设局 这是我们第一个合理的质疑 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第二个 那些群众都是川普的支持者吗 对 因为现在拜登迫不及待说 你们都是报名 然后呢川普支持者被贴上报名的标签 这里面我必须要讲 因为人真的来很多很多很多 这里面因为昨天包括在乔治亚州 两席落败 也发生了诸如总统大选时候的 对 灵异事件发生 我简单的讲 就是说在开票过程当中被人家拍到 有开票现场没有监票员 第二个已经百分之九十八的郡都开出来了 但是有个郡非常诡异 那地方刚好是民主党的票仓 只开出百分之四十二 然后就暂停了数字不动了 然后川普这时候就推特说 天哪又来了 他们又开始在找票 又臭票上去了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听好十点十六分到十点十八分之间 数字开始跳动 两分钟之内 本来共和党的候选人 以民主党的候选人十万票以上 可是就在那上纳了两分钟之内 灌进了十七万票 十七万张票 这里面听好民主党候选人拿了十四万多张 共和党的只有两万八千张 所以他也就是说百分之八十三的选票都投给传统是共和党票仓的民主党候选人就在民主党的铁票区 延迟开票那么久 计票那么久 突然之间 然后那个线是九十度上升的 就跟总统大选的时候一模一样 所以消息出来的时候 其实群众已经很激动了 所以我们不排除那里面当有热情的川普支持者 可是but 有没有无间道发生 有没有反串的人 就马上被起敌了 靠靠请你来看 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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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牛头 挂牛头卖狗肉 我就必须要这样讲 为什么确实 这个呢 这个是不是Antifa的走狗 因为他在Algezona 黑命贵去年六月 黑命贵就是很支持那个黑人的命也是命 那里面都有很多Antifa的暴徒 他是在那里面的 结果他昨天来了 你知道吗 他的拿个标译是 我们支持川普总统 无间道对不对 好 这个家伙 噔噔噔噔 也被起敌了 也是Antifa的人 好 拜登 准总统 他说 这些人都是报名 可是对面对Antifa 他从来没有 请责过 一句都没有 然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在骂川普 对 然后同时呢 推特 YouTube跟脸书 同步的行动 把川普给封锁了 给封锁了 而且封锁24小时 甚至警告川普说什么 你知道吗 说不让你用了 永久撤销 还有迫不及待来 我们现在讲CNN 请各位以后把它证明叫 习恩恩 我们真的没有污蔑他 对他说川普是这个 企图政变呢 不只这些 我告诉你 在这里面 包括刊出了台湾的 对中华民国的国旗 我请问一下 还说有人打中华民国国旗呢 跑到这个 还有港独的旗子都出来了 群众一起冲入国会 我请问你 这什么意思啊 这是污蔑栽赃的台湾 我先说第一 我们台侨支持川普的 本土派会拿中华民国国旗吗 谁会拿车轮党的旗 拿车轮党的旗 大概都比较支持 对支持蓝的啦 对支持蓝的嘛 对不对 好 可是CNN特意的把它特写出来 还有包括港独的旗子 这在干什么 这后面CNNCNN 后面有没有中国的意思 要不要离间台美的关系 然后呢离间香港 跟未来的美国准政府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可能 这是一种这个 这有可能 这种手法就是挑拨 挑拨这个期 他们过去 要把那个常做的手法 把台湾的形象也给破坏 然后川普跟这些人 但是问题是更生气的是 美国国会这个发生这种 人命啊四条命啊 这个死了之后 这个老共的小粉红好高兴 就说这是美版条 你知道我们的太阳花是在民主的 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生命的损失之下 所进行的 然后所有的那个小粉红都出来了 说民主不好 我告诉你啊 趁这个机会 我还要再补充一点 你看 特朗普支持者闯入美国国会 然后呢 不错 美丽的风景线 这是川普要建国了 这个跟香港暴乱一个球 台湾人终于把太阳花推向了 那个美国建国带着支持者 去建立佛罗里达州共和国吧 反正趁这个机会 污蔑民主 而且我告诉你 台湾 说真的哦 现在他们已经窃息在心头 为什么 全世界最会对付习近平 应该是川普吧 你知道CNN又出了一则报导说什么 你知道吗 那些曾经担任过 内阁部长的一些人们 他们聚集起来说要弹劾川普 甚至于说参议院现在未来不是就是这个民主党控制吗 说可以表决撤销禁止川普下次的参选 也就是二零二四让你川普没有办法卷土重来 那我想这些小粉红们高兴 但是but我又要说了 你们在说人家什么呀 人家有国会 国会还在辩论 还有呈现真相 这是民主的盛电 就算今天有这些不幸的流血事件发生 至少人民是行动自由 只是暴力应该要谴责 真相要追究 但是至少他的国会是反映民意的 对不对 但是你们这边你们嘲笑人家 对不对 嘲笑人家 然后就说什么什么最美的风景线 就是你们暴力 他们的人民大会代表大会是什么 是像皮图章 我最后就用一个笑话来回送给他们 你们看有没有完全吻合 你知道在冷战时期 在苏联流传一个很大的笑话 你知道吗 苏联说美国 你跟我说什么言论自由 美国人民可以在白宫的草坪面前 骂白宫 我们也可以啊 我们可以站在克林姆林啊 在前面的红场 我们要大声骂白宫啊 我们也有骂美国总统 言论自由 这就是现在小粉红们表现 也没有一模一样啊 在他们的专制独裁统治的这个中国 中国共产党 中华民共和国管制这个网络的情况之下 来骂美国人 顺便还讥笑台湾人 更严重的是中华民国国旗出现 这个太恶毒了吧 是啊 我觉得CNN如果说特意的把这样一个镜头 给弄出来的话 那说实在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另有它的水深之处 另有猫腻之处 而且什么把所谓的港独的棋子 一起亮出 就是中国的大外宣的一环 这个叫什么 就是中国的那个统战的 这是夭准的所谓栽赃 对 为什么标准栽赃 对啊 毛泽东最擅长做栽赃 如果今天我们中华民国 参与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干脆人家内政了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是很严重的栽赃啊 对不对 我觉得说 这个当然也是给我们跟这个拜登下套 对不对 希望说拜登上台以后 把我们列回说好像是穿粉一样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事情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真的是中共在美国的这种 不管是华尔街也好 不管说是科技界也好 那种渗透 那种的影响真的令人瞩目心惊 对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台湾要守住民主 然后不被红色渗透 然后呢 也不被外围组织 给这个挑拨或者是趁乱的造势 这个是很严重的 我们的反来猪后面有老共的阴影 有他的指挥 我们的很多的这个防疫上面的什么 统战这个疫苗 说要去打中国人的 那也有很多他们的手法 可是政治人物跟政客跟政党看清楚啊 我再强调一次 没有看清楚的 中国国民党真的要非常清 非常的这个头脑清晰 否则你会被混成一团 我们今天当然反对暴力 那川普的这个选举 在民主的机制之下 自由美国的制度来制裁 但是牵托中华民国的国旗 太恶毒了 那老共自己呢 事情呢 满街呢 这个都是各种不同的困扰 最严重的是 他们的疫苗呢 不是很棒吗 连圣文都叫我们打压 那很多的这个 蓝营的委员也说要去买呀 但是他们的这个专家说 这个疫苗呢 非常不安全 那他上了微博之后被下架 那违规被禁 然后他现在又有所谓的这个急动的限电 昨天我们讨论过了 习近平在31号的致辞 脸色非常的这个灰白 蛤蜊酸好像差了很多 然后很受血 那还最严重的是 他们的官方居然宣布 中国的疫苗要 18到59岁的民众 优先施打 最高风险 朗东最高风险 不是医疗人员先打 在台湾大概就是 65岁以上吧 是不是 还有小朋友吗 对呀 五万病毒风险 这习近平不敢打疫苗 对这基本上常识上面来讲 年长者在五万病毒确诊 就风险比较高 这全世界医疗专家都知道 那可是所以说 因为之前上海有医生 就跑出来去讲说 希望领导们优先打 去安抚民心 那这件事情在中国民众的心中 有很大的回想 就觉得说 好我相信你中国的疫苗 那你领导们先打 那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妙招 就是设立一个59岁一个门槛 这样习近平67岁 就刚好越过这个门槛 这太好笑了 这个国家爱干嘛就干嘛 对于那些共产党高层 那些掌权的那些 这些俗俗伯伯们 他们完全逃离了这些事情 他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都高过59岁 几乎都是 他们的所有的大头 都超过那个59岁 对所以他们用官方 合理的方法说 先让这些人去享用 享受这么好的疫苗 那年纪比较大的只有在用 事实上就是找的那些 其他的一些比较年轻的官员 跟中国民众像白老鼠 然后你看这个上海疫苗专家 他破的文马上就被下架 为什么 他的名字也很有趣逃离娜 差不多逃离China的这个意思 那他讲了什么呢 说这个疫苗 总共73种副作用 包含说视力丧失 味觉尿失禁 然后粪便便色等等 一大堆的这些副作用 他说这个中国的疫苗 就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 这个疫苗 那我觉得他讲话 可以委婉一点 他可以说这是世界上 最安全的病毒 反过把话反过来 疫苗是病毒的一种 把话反过来讲的话 大家心里面会比较好说 但是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疫苗 第一在十二月十五号的时候 那个针对上海做的一个调查 问有没有人 那些医护人员要主动施打 没有半个人报名啊 因为过往十几年来 大家也都知道 中国每两年就爆发一次 大规模的疫苗出包这个案件 那所以这一次疫苗 一先出来之后 医护人员不敢打 一般民众不敢打 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应该打啊 习近平打那个这个 就算他们的疫苗不好 他也应该用一个山寨的 你先讲 山寨国产品来打 他应该用一个很安全的 假装是自己的 我有帮习近平想过解套 你知道吗 比如说他就可以偷偷打辉瑞 可是因为中国很会改标嘛 那个瓶子上面就是中国国产疫苗 可是我后来马上想 我的想法又错了 为什么习近平疑心病胜中 万一人家真的拿国产疫苗给他打 那怎么办呢 万一这里面包括打了又有个高血压 会发抖 甚至于尿失禁 失利衰退 那还得了吗 这不是一个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恐怖疫苗吗 我为什么讨论这个 中国当局可以自己颁布一个法令 如果在台湾 你突然说18岁到59岁 民众优先施打 我看那陈时中的脸书上会被骂死 你给我说清楚 那个什么 自主管理抓到天网电子围里 还要一直开记者会 一直要说到大家觉得 说饱说满为止 所以我们要比对了 他们的小粉红 余将军 他们小粉红好高兴 美国国会民主好丑恶 乱七八糟 还说是美版的太阳花 可是他们的头儿干这种事 都没人干讲话 这个小粉红也太有意思了 太奇怪了吧 相对的就是其实大陆内部的这些小粉红 他们是渴望民主的 你觉得他们其实 他们是渴望民主 真的渴望民主 他们讲这些话的目的 其实也要做民主的发言 对 他们渴望民主 就是说你看 我连民主都可以骂 我多民主 就在天安门前面骂白宫号 我可以骂民主 你看 民主可以占领国会殿堂 我们这边就不会占领啊 因为我们不民主啊 所以我们不能占领 所以我们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他做的这些事情 就表示他真的渴望民主 所以有时候很多小粉红 到版面上来骂来乱 我觉得大家就忍耐一下 不给他骂他会得忧郁症 让他们抒压一下 但他们不能骂习近平 骂习近平的人就会不见了 骂习近平不管你权力多大 隔天就消失啊 你多少财产隔天被没收 所以我觉得他相对 他是羡慕民主 但是没有办法 只好骂 他是骂给他自己的领导人听 给我民主就好了 习近平为什么不敢打疫苗啊 当然危险 不敢打国家 他应该自己去 因为这个疫苗有73种副作用 我刚刚讲几种给你看高血压 一个密尿打去会有高血压 会开始失去嗅觉 会开始势力减退 这不叫疫苗 这叫做病毒 这叫病毒 从前早期在中国内地 那时候有一种病叫天花 那天花其实很严重 所以那时候 第一个种牛痘的不是外国人 是中国人种人痘 就是把那个天花让你吸进去 让你生病 但是他不会生的太严重 就对天花免疫 所以他们这个病毒是相对 是这一类的 所以他是病毒 活体病毒来做 那习近平可以叫他旁边的人先打呀 不过每个人体质不太一样 他不行不行 他不可以有万分之一的这些风险在 因为他是要做皇帝的 来疫苗统战是今年度 我们会碰到的最严重的一个 在台湾的疫情 指挥之下的一个混乱的议题 而且会拿来乱的 另外呢就当然跟所谓的自主管理啊 什么有关以及唱反调的人 等一下我们要来看 柯文哲他在台北抓到了三十几个自主管理 而且他还隐蔽疫情 最后他居然还不罚钱 他又在讨好谁呀 我们来看最新的发展呢 请锁定 明示台湾谈 那新闻一无二 这回武汉肺炎疫苗 重碍可危 更被疫苗专家陶琳娜指出 有高达七十三种的副作用 洋洋洒洒列出来包含常见的头痛 发热疲劳肌肉痛等等 只说这款疫苗 一举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疫苗 他更指出没有任何一种新疫苗 不良反应种类数量超越重碍可危 这是一份常常的免责声明 比天还要大的黑锅 但文章早就已经被下架 不过疫苗的疑虑不会因为噤声而消除 其实疫情现在在台湾呢 也是高度警戒当中 因为今天似乎这个 英国的变种的武汉肺炎确准病例 现在是好像增加到5例了嘛 那个英国回来的 这些居家检疫的人慢慢被查出来 可是我们的边境的这个管制呢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严密的 使得我们呢 本土病例的771案例呢 它的风险呢已经结束了 那可是疫苗这个事情要请教赵新 这个问题那个被认为 吵起来的是那个叫脸圣文的吧 是脸圣文第一个提出来 我们为什么不跟中国买疫苗啊 后来人家跟他说 马英九日内就是这样啊 因为法律不准买中国的这个疫苗 可是他就开始进行那种 这个中国疫苗的大统战 国台办也说啊 这个讲得好像人模人样啊 台商打了疫苗啊就可以回来 不要这个这个检疫或是隔离啊 好像中国疫苗多神气似的 结果人家习近平不打 那怎么办 第一个就是说 我有看这个圣文他并不是说 要来台湾 要台湾买中国大陆的疫苗 并没有这个事情 他是说有的人他在大陆的时候 他如果打了中国疫苗的话 政府这边应该去思考说 到底算或不算 这个东西应该给一个答案 如果不算也可以跟大家讲 那另外就是说 其实台湾现在像包括陈时中部长也讲了嘛 就是我们现在有在购买疫苗的这个进度 那其实在包括AZ啦 或者是辉瑞啦 还是辉瑞辉瑞啦 这些他其实在试验的里面呢 也都有一些风险存在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取得相关的疫苗 那大陆确实我们是认为说 不要因为他是大陆或者是不是大陆 或者是因为哪个国家 我们就从科学的证据看 那现在看科学的证据 你们喜欢把欧美国家跟中国混为一谈 这个是让台湾人不能接受的吧 因为中国的疫苗没有经过人体实验的 完整的那个试验啊 如果他没有经过人体实验 或者是他有 所以这是两回事啊 那你不能够把它混为一谈啊 或者是他没有经过美国FDA的认证 或者是他没有经过欧洲的认证的时候 那就不要进嘛 那所以那连胜文没读书吗 连胜文怎么可以说 打了中国疫苗 回来就可以不要隔离 谁规定如果打了这个中国疫苗 他还是有那个 这个不只是连胜文讲 后来好多人 好多人讲 而且他没有说可以不要隔离 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 他们都知道 中国的疫苗没有一个是依照人家欧美这样子 哪一起每一起都明白 而且我只讲两个例子给你们听就好了 你说科学对不对 我现在就告诉你实际的状况是这样 中国比如说到乌干达 去那边国营企业派出去的移工 你知道他们出国之前 大概六十几个人通通打了疫苗 你知道吗 后来四十七个人确诊 到塞尔维亚的那个更更是更是让你摇头 四百个移工 里头三百多个人打了疫苗 所以台上这一波 如果回来几万个 然后他们都说我打了疫苗了 然后要进来 可以吗 讲科兴话是在炒中国高兴 他够那个钢板一块 他很简单不同意就结束 结果国民党这个相关的人就又要开始搞 歧视台商要台商泡泡 春节要春节泡泡 那现在连习近平都不能都不敢打了 那可没有春节泡泡了吧 国民党可不可以站在台湾人的立场 国民党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要进中国大陆的疫苗 但是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政府要去想办法 如果这么多人回来 他告诉你说他打过疫苗之后 你应该直接的告诉大家说你认或不认 现在就是要隔离 万一他已经打过了中国大陆的疫苗之后 他会不会如果说要同时打两个疫苗 会不会有问题 这些东西应该去研究 你们再换我一谈 但是不可以 你们把事情换我一谈 指挥中心根本对全世界各国 要进台湾的人 要台湾去买中国大陆的疫苗 要我们国人进台湾都要有阴性的文件 我们并没有 我们对于全世界各地的疫苗 还没有肯定的说法 全世界各地都没有 现在是说在冬季专案的时候 要有阴性的文件才能上飞机 可是上飞机下来很多人 拿了阴性文件照样是确诊 所以你们那个命题就不存在 而且那个命题本身就违反这个 中国疫苗的不稳定性 所以这很奇怪对不对 那又用这个东西去供这个 中国自己都要隔离14间 去供那个陈时中的目的是什么 是讨好老共 这个很明显的是 跟老共这个 要把老共的疫苗讲成是非常好 要讨好这个共产党的防疫非常好 所以回来不必春节 这个泡泡 不必台商泡泡 如果陈时中敢这样的话 他可能台湾人会跟他这个抗疫吧 你认为台湾人会同意 拿了这个疫苗打了 连习近平都不要打的疫苗 他们打了之后回来可以不要隔离吗 当然不可能 因为刚刚赵新有讲到一点 因为其实我都尊重他们的一个表达 但是他刚刚就讲了说 这个买中国疫苗 他们并没有叫我们台湾去买中国疫苗 但是这个说法有一点错误 因为当时确实有国民党的人士 有有有 对为什么我们不买中国的疫苗 那陈时中就说 没有我们绝对不买中国疫苗 因为你买了中国疫苗 它的不稳定性 连习近平都不打 法力也不争取啊 对然后我们在相关的法力也不争取 可是那时候才会引发说 那我们就叫我们台商 让我们组一个团啊去打啊 去啊 对啊 但是你回来还是要隔离啊 没有没错啊 那当然回来要再隔离 他才说那会不会是有什么样 叫防疫泡泡 就是说我去打了 我有防疫泡泡 然后陈时中才说 没有不行 你一样就是要14天 所以才会有再来 就是连胜文再去讲了说所谓的 其实应该中国的疫苗也是可以 才会大家又骂他说 你到底搞不搞得懂 你是不是在做仲介啊等等 这是一连串都是国民党自己惹出来的 其实我们当时候的疫苗很清楚 我们对于几家包括辉瑞 包括有已经有做了比较多临床的 我们才敢去买啊 我们不可能说 我们现在台湾的状况是稳定的 而且都可以控制了 接我们去买一些莫名其妙的疫苗 然后给我们自己的人打到有问题 不可能啦 所以我觉得在现阶段 目前我们有多少 我们都尽量能够买到就买到 给我们台湾人民 起码在这个疫苗当中 虽然临床目前为止 大家都没有赶百分之一百的保证 可是我们绝对是透过很多的一个考察 跟了解取一个最有临床经验 甚至成功率最高的 这个当然像好像辉瑞在葡萄牙也发生了医护人员集体打 其中有出现死亡的这个都有啦 到底是相关还是自己有些症状 其实习近平解决了陈时中要处理中国疫苗的问题 因为他规定18岁到59岁才可以打 那为什么拜登敢打呢 那个贺锦丽也打了 人家打得像辉瑞 所以习近平就很烙气啊 拜登可能比较幼稚 那个彭斯幼稚 彭斯比较幼稚一点 彭斯打了 然后拜登大哥呢78岁打了 然后呢这个伊丽莎白女王阿姨呢 已经有100岁了也打了 可是习近平是很怕死的 你还记得武汉肺炎那个时候吗 是叫李克强去 他都不敢去 后来等到控制差不多他去了对不对 你去注意看那个镜头 你知道吗 他去看医院 他不是全程戴了口罩吗 你知道他跟医生的距离有多远吗 靠靠 我跟你现在距离两倍 就是这样 所以你现在叫他打那个有七十三种 前无骨人后无来者 打了可能会失去嗅觉 可能会有高血压 可能会抓起来的疫苗 你觉得他敢打吗 这个最严重的还是安全问题 刚才也都提到了这个 如果那余将军 你晓得这个独裁国家最不相信身边人 他这个疫苗随随便便被人家被人家注射进去 一点什么东西打进去他就完蛋了 他又他那除非他他他不能相信任何人 所以他就不打 最好就是不要打 就是不要打 然后所有的人要离他有安全近予够远 而且不只是习近平他不敢打 因为他们太了解在整个研发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个最高领导人一定知道这当中他们在搞什么东西 他们人体的这个实验测试都还没有结束 没错啊 所以他们自己也说在去年底说有六亿支的疫苗年底要上市 结果业者 业者本身说他们是有担忧的 有疑虑的 而且现在大家说要开始施打 不是习近平不敢打 现在连他们中共的高官还有所有医护人员也都不敢打 他一直说我们先让给让一般民众去打 先让给一般民众 就是因为他们太了解这整个的临床没有做到位 而且到目前为止 根本所有中国目前武汉肺炎的状况 是不是还有所谓的并发性病毒或是变种病毒都不清楚 所以他们现在因为整个状态不了解 你叫他们施打他们怎么敢 可是那个国台办有说叫我们打呀 就说要台湾同胞来打呀 然后我们会说叫台湾人不要做实验品 他还把我们陆委会骂一顿 你们国台办叫我们台湾人一起死 然后你习近平不敢打 你先问那个初凤林有没有去打 对呀而且这个中国共产党国家真好 他这个不要打 他可以还把年龄都列出来 这个才是真正的独裁专权吧 连胜文最好赶快包个专机去打了 好疫苗将来明年三四月以后会在台湾 如果要打的话 医护人员之外 那谁是第一个打呢 对不对 我们有排顺序 我们有排顺序 然后老者 我如果没有记错 65岁以上好像是第六岁位 65岁 不管怎样65岁 以上都要在优先施打群体面 好我们来看 那个陈时中应该 松了一口气 可是在疫情上面 找他麻烦的人非常多 还有一个人呢 那个人就叫做柯文哲 我请教一下 柯文哲今天呢 在议会做专案报告 他又说这个 为什么防疫的那些人呢 桃园的自主管理的人呢 他们每一个人呢 违规罚了三万跟七万 然后呢 柯文哲就可以不罚 然后柯文哲呢 蹭完身量 因为他跨年大失败嘛 被我们这个 这个耻笑半天之后呢 他现在把箭头呢 箭头 我讲的箭是 那个那种 那个乱骂人的箭呢 指向了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最近 股市上一千 一万五千点 然后这个汇率创新高 这个连那个英国的学者 都说马英九会气炸了 结果真正在背后 跟马英九一样 心胸狭窄的 是不是他呢 我们来看柯文哲 今天在议会里面 又拙打又攻 对象居然 仍然是蔡英文 他们还想要害我 搞个冠军流肉面出来 这最后再加一个统编 最后定性发言人就挂掉了 丁丁是个人才 那习哲业乌龙爆料事件 好好调侃 柯文哲专案报告 莱猪议题 和南营议员一打一唱 中央要害你 结果没有害到 反而害到自己 很高兴对不对 不要这样讲啦 那要怎么讲 我看你很高兴嘛 难道你不高兴吗 不能 我们不能表现出高兴的样子 尽管说没有幸灾乐祸 脸上笑容却藏不住 更逮住机会 再轰苏贞昌 苏贞昌最近为了护航 来租也很辛苦 那护航到说 他希望有朝一日 台湾租可以像松板租一样 这句话你知道有什么问题吗 我报告议员 我昨天晚上才知道说 松板租不是地名 变成松板昌呢 松板昌 马总统被骆龙马 那不就松板昌吗 请教这个郎东 柯文哲自主管理居然不罚钱 因为他自己当时隐匿疫情 如果他罚人家 恐怕他自己要受罚吧 然后为什么把箭头 这个倒向了蔡英文 因为前几天骂苏贞昌 对不对 在议会里面跟国民党一大一唱 他的声量有起来 负面声量 但是追得很辛苦 那我要讲的是说 柯文哲为什么现在没有去罚 这30个自主管理的民众 是因为就像是说 假设说你交通违规嘛 那警察可能会记录违规40 然后给你开单 但是如果当下没有记录 就把你放走的话 你事后要追究 这在程序上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们自己违规在线 对 因为那个时候台北市政府 就是劝离了 就已经跟人家说没事了 你赶快回家 问他为什么派市政府 要做这件事情 他就是要隐匿疫情 他就是说如果当下 从下午4 5点开始 第一个偷跑出来的自主管理者 在台北市 在这个跨年附近出现 新闻一爆出来的话 当天柯文哲 他连这3 4万人都没有 他可能那个会场前面 就是两三千人 非常稀疏 以及是说 整个所有的报纸的 一些头条 电视都在报电视 所以他押新闻 押了一整晚之后 到隔天才出来说 这是国家机密 我没办法讲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他其实没有办法罚 他那些人 30个人早就已经放走了 怎么罚 那反正你看 桃源为什么可以罚 因为当下警察就出动 违规就抓出来了 也坦然承认这件事情 还被柯粉骂了一整晚 哦说呢 这个什么桃源怎么都放纵 这些民众在那边乱走 五月天那个是民间办的 相信英月办 还不是市政府办 所以柯文哲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那其实柯文哲 我觉得他今天最可恶的事情是说 他议会里面 就是他不是一直说 我要居住正义嘛 结果就说社会住宅 他要不要去降 那个社会住宅一些地价税什么之类 因为他4万块租金太高了嘛 他就说我不降 他反对这个政策 他觉得说这个社会住宅不应该去减免这个地价税 还说过去的自己错了 过去租的人赚到了 他否定过去的自己 然后都表面上的理由 是说柯文哲要未来的台北市政府省钱 那背后 有没有是说站在这个居住正义的对立面 站在财团建商那一面 这个才是其实大家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过去的柯文哲他就打着说 我是居住正义的这个招牌 那结果他现在 连他自己民众党的亲民众党的人出来提案说 以后社会住宅是不是去减免地价税 房屋税等等的 让他的租金不要到4万块那么高 就柯文哲自己否决掉这件事 所以他这个前往答的也包含的是说 他现在就说通过莱猪这些事情也好 还是说他就一直强调说 什么民进党没有沟通 我认为柯文哲他现在是一直 透过这种负面的这个方式 试图营造一种 他被这个蓝绿一直夹杀 很可怜的受害者形象 但他这一招因为已经玩了两三年 大家都腻了 所以其实效果是一直在递检当中 好几个柯文哲他为了挽救自己的声量 然后他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有一段时间其实黄珊珊也被他排挤了 他自己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当然他所攻击的对象一定是陈时中 只要陈时中在左边他一直在右边 甚至还说谎 关联晚会 结果也被陈时中给反击回去 然后为了所谓天网电子为例的事件 他又说侵犯隐私 人家作为陈时中把这个前前后后怎么样追踪这些自主管理 或是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这些人士的资料 也公布了是以基地台作为基础 就完全打不到人家 因为陈时中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 陈时中打不下来了 然后他就开始打苏贞昌 然后今天又来打那个蔡英文 那我们前面讨论过 他还试图去找邱峰光 这个想要跟邱峰光联系 想要把邱峰光拿回来做这个副市长 邱峰光也不理他 那黄珊珊就很尴尬呀 那如果邱峰光要来的话 那不是要换黄珊珊吗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 那如果是韩国瑜要付出的话 那王志胜教授在我们节目里面讲过 说呢柯文哲干脆请韩国瑜做副市长 可能好一点 柯涵大配 可能声量会很高耶 他在全国的政治人物里面 他还比陈时中高耶 那柯文哲才第六名 而且还靠负面声量起来 如果这个第六名加上第二名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往上升了耶 那先请教赵欣 到底韩国瑜会不会付出啊 为什么说他年后要付出 那罢免那个黄结这件事情 他会趁机会报仇 然后来赵氏 为他付出做起手势嘛 这个都是他人的猜测啦 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做过说 他要有什么样主观的意愿 那看起来也都是旁人在讲嘛 包括这我是中立人 他也没有这个足够的资讯跟消息 猜测的成分居多 举俗华说他要做公益 对公益啊 公益他不是政治的这个项目嘛 那他毕竟还有一些 这社会的关怀的能量 继续的去做 但是呢你说是政治的权位的禁足 目前看不出来有这样子的一个 他到底要不要选党主席 他如果选党主席的话 他人的猜测居多啦 他自己并没有 他很高耶 你看他的这个全部合起来 他还压过陈时钟耶 说话的声量确实是一个客观素质 苏森昌陈时钟陈气脉都比柯文哲高 这个对柯文哲来讲 恐怕是很大的羞辱对不对 所以原来他一直朝这个上面这些人来这个当成剑靶 那柯文哲跟韩国瑜可能结合成一个魔幻团队吗 目前这个更是玩笑话啦 那个志胜兄他应该是觉得过年需要一些欢欣的气氛 所以讲了一些这种玩笑话 但是这完全没有搭嘎的可能 你也没有看到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互动 韩国瑜支持者应该还对韩国瑜充满了希望 支持者有支持者的想法那个都尊重 但是重点是韩市长自己个人没有任何的迹象 表示说他现在对于政治的这个位置的竞逐有任何的表态 大家都是猜测居托 那这种猜测人之常情啦 也好几次了 但是目前是看不出来 好这个啊 但是柯文哲为什么老是要盯着这个 今天他讲菜鱼我们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他批蔡英文不是第一天了 可是他他说他文青式的语言让我听了会起鸡母皮 这个是很很就是在情理上面做一个朋友 或者就算是而且他是一个总统 他当年还提拔你 我觉得他已经过头了over太不厚道 而且他不厚道已经被大家揭穿了 然后他就去蹭蔡英文 然后他的磕粉就好高兴 然后蓝粉就那个继续的支持他吗 他现在已经完全跟绿营分道扬镳 非常清楚已经分道扬镳 而且从民众党最近的一些推动的方向 其实完全是跟国民党站在同一阵线 今天跟国民党的议员一搭一唱 对立委的部分啊 或是法案的部分其实都很清楚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说民众党的方向 基本上他已经抛开了过去所谓 绿色的这个支持者的区块 而且越走越明显 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说 大家会对于柯文哲的说话 过去你还没有当市长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哇阿伯讲话好可爱 可是问题是你现在是首都的市长 你在讲每一句话你都要小心 你是首都的市长 适不适当场合适不适宜 这个都是你要去考量 而且如果刚刚扣解你 那个所谓国民党所公布的这个声量 其实如果站在一个政治操作 确实柯文哲一定要抓前面245 这个包括蔡英文包括苏贞昌 包括陈时中拿他们猛打 那因为齐迈基本上同样都是 现在就是高雄的市长 可能他目标还没有针对到这个齐迈 所以他当然是要拉苏贞昌 然后要拉陈时中 然后两个都拉不住 当然就是去拉蔡英文 他一定要制造声量 他不可能去找一个江启成 或是或是这个罗志强 或是马英九 不可能因为他的声量比他们还低 这些人都在他后面 对都比他们还低 那你看今天罗志强 罗志强拿了那个这个要连署 这个美术的这个连署书要给柯文哲签 柯文哲就不签啊 柯文哲就说你们自己搞这个把自己的民调越搞越低啊 所以你看吗 他就是很清楚 他自己民调有高吗 柯文哲有高吗 对啊 但是他的说法你就很清楚看到说 他知道什么是这个上位 比他在上的 什么是比他在下 比他在下的要秤他的热度 他不让他秤啊 罗志强要去秤他不让他秤 他自己去秤上面的热度 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 他的一个能量就是在消耗他目前的资源 而且我要再补充一句 其实我们看到说桃园跟台北市 台北市没有处罚 他完全就是一个开放式的 就让他离开 可是五月天他是买票是实名制哦 反而他是有处罚的 所以30位台北参加跨年这30位才是危险的 他第二阶段去到哪里你都不知道 可是桃园他是有把他控管住 所以你从这个当中你就可以比较是下 就是说柯文哲 他们现在似乎就是政治 跟国民党一样 国民党就是政治 柯文哲也就是政治 他在看说2020到底他的未来要去何去何从 这就是他们现在已经把台北市政府都荒废掉 所以你凭什么来批评中央政府 批评蔡英文批评苏贞昌批评陈时中 你应该扪心自问 请问台北市你做了什么事 台北市民你给他们什么样的期待 你才能去思考下一步啊 好因为他批评苏贞昌民进党发言人昨天 就说你这个台北市政民调最后一名 那大概让他非常愤怒 可是柯文哲一直跟国民党在那里眉来眼去 他是想要取代国民党的现在这些人 因为他发现 你知道这个声量表上有一个很大的指标是 在这些人前面 他是绿营之外 这是全国除了韩国瑜之外 他还赢过了马英九罗之墙江启臣这些人 所以如果韩国瑜未来真的像赵新所说的 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企图的话 那柯文哲就是蓝白银去领导蓝银的一个政治人物 他的目标应该是如此 所以他现在话越来越讲得越来越重 就是批蔡英文批苏贞昌已经到了 让蓝粉这个非常开心的地步 最后他吃掉了国民党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在他第一次选市长的时候 他是靠谁他是靠无色跟绿色起来的 因为整个民进党在台北几乎是礼让他 让他当选的市长 可是他当了四年市长之后大家发现一件事 他实在太不可靠了 本来觉得很好笑 四年市长后他也不好笑了 所以他不可靠 那可是你看他现在的排名在这个地方 他要往前吃 他吃得了吗 第五名以前的人他吃不了吗 他只有挑后面的吃 就是把我第六名韩以后的声量 尽量都能复赐到我身上 你不敢讲的我来说 你不敢做的我来做 但是我领导的民众党呢 却是非常非常的保守 你看这次在反萊豬的状况之上 民众党的表现是什么 我也反萊豬 但是呢国民党去冲 我在后面插着手 看你们冲 不理智的是国民党 理智的是民众党 一样的秋斗 国民党走前面 大声的在这边呼喊 大声在那边急呼 民众党呢 弄了几个萊豬的这个气球 在那个地方 跟嘉年华会一样 他就是不断的要从国民党 深蓝浅蓝的身上 夺取拿到他的支持度 因为大家不要忘了一件事 真的蓝英他会蓝白合吗 台北市长选举 蓝白是不会合 他会吸掉很多蓝的票 他会抢蓝的票 他会吸掉很多蓝的票 因为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民众党 他是有2024的门票 他变成你们国民党的敌人 他不是敌人 他现在就是说 我要吃你的票 我会吃你的票 那很多国民党支持者会说 国民党现在也就这样 至少柯文哲 柯文哲转向了 国民党支持者会喜欢这种说谎 面不感色的人 只要是讨厌 诈骗集团的头头的感觉 我这样讲是有根据的 从国安什么市大运 演讲稿送给国安当局 我记得我是第一个骂他 怀疑他是说谎的人 因为我有实际证据 人家当时是国安会里面有人 我去查证 他们说哪里有演讲稿 所以我还在一个节目里面讲他 结果他就在那里回击 经过这一段时间证明 他根本就是一个骗子 连跨年晚会 有没有跟陈时中打电话 都被陈时中一个记者会揭穿了 现在台湾人也无所奇怪了 反正他就是爱骗人的人 国民党的支持者知识分子多也 中间选民多也 国民党是国父的追随者 你们会去跟这个 这个不厚道 没良心 忘恩负义 蔡英文把他推上政坛 然后还骂人家什么起鸡母皮 国民党 我讲的国民党是我认知的国民党 国民党会支持这种骗子吗 他因为其实柯文哲之所以刚出来说 会让大家这么接受 第一个好玩好笑 第二个发现他当了市长之后 他说错了很多说错的话 抓抓头就没事了 这他的绝招现在不行了 因为现在大家发现 王世坚我很少赞成他了 这次我真的赞成他 他就是讲柯文哲就是骗骗骗 还真的对 那你们蓝三代会不会骗吗 蓝三代其实想骗我应该不容易了 对但是呢 我说柯文哲他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也讨厌蔡英文 我跟你们一样讨厌蔡英文 所以如果你们不太喜欢国民党的话 你考虑一下我 蓝英讨厌蔡英文我可以理解 因为他们觉得意识形态不一样 你柯文哲凭什么讨厌蔡英文 你们蓝英都有自己的候选人 你柯文哲是蔡英文 那你蓝英的支持台会去支持他吗 是蔡英文把你送上政坛的 当然就是 你有今天再怎么说 也不能够这个 如此万恩负义 就是大家有时候看到柯文哲 就是浅蓝的 深蓝的不可能 深蓝的不会去同意 国民党推出以外的候选 有些浅蓝的 他看到柯文哲骂蔡英文 他其实心中蛮舒服的 就是说你看 当时你捧他 被他骂了吧 是这种心态 就是所托非人 对 所托非人 你看当时 那蓝英的去托他吗 托柯文哲吗 他就是会看 因为他今天 他今天最好笑的是 今天他在议会专案报告里面 根本就是国民党的议员 跟他在那边一搭一唱 就是相互消费 他是故意的啦 因为国民党议员也需要曝光 也需要媒体的报道 然后就 反正他嘴皮是上 这个又不用成本 他就随便乱讲话 乱喷口水 然后这些议员还跟他在那里 那些议员也都很资深 但是他们也知道玩这种 很幼稚的游戏 那个很可笑 可是他想上媒体 柯文哲就满足他们 就这样 没错 就是互取所需嘛 然后这个可以把一个 重党的格调提供 那不会现在是民众党 这一次在莱猪上 民众党有获利哦 他的支持度有上升 可是柯文哲没有啊 柯文哲的支持度没有上升 是民众党上升 柯文哲依然是六都最后一名啊 对 所以柯文哲的本身的支持度没有上升 是民众党上升了 但是那个柯文哲的 声量领先 你们的江启臣也领先 马英九领先其他的人 只输一个那个韩国瑜 你们国民党也太丢人了吧 补充一下将军刚刚讲的 就是说 当他这个民众党上升的时候 他作为一个台北市长的角色 有可能就越淡 所以反而在台北市长的民调上面来讲 他的满意度越来越低 可是如果你多做了台北市的事情 可能民众党他又没有时间雇 他说台北市的事情 他的社会住宅的租金 这个市长市就决定了提高 后来又要降低 然后被人家内政部打脸 什么地价税啊 这个房屋税都不算在成本里面的时候 又在又在又在胡说 他就每一件事情都不是面对真相 我不觉得 当然政坛我们要看柯文哲现象了 柯文哲跟韩国瑜 都是两个无法预期的人 虽然很多的绿营的人 都还蛮希望韩国瑜 能够付出政坛的 好这个台湾的政局呢 今天面对美国的选举的混乱 然后当然应该是拜登 被美国的国会宣布是当选了 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讨论了美国的驻联合国的大使呢 他要来台湾访问 而且最新的消息是 他会在1月20号 绝对在政权交接之前 换句话讲 他会以现任的联合国的 美国的大使的身份来到台湾 还有一种说法是 他自己主动要求要来台湾 那不管怎样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 而这个突破当中呢 在野党应该怎么样的 特别是最大的国民党 已经有国际关系 这个学位的江启臣要怎么应对 因为过去有一个卢秀燕 他曾经对AIT的代表 丽英杰呢 让他觉得这个很羞辱 而最后AIT呢 竟然在回顾影片当中 也打了卢秀燕巴掌 而且大家还记得 这个克拉夫当时候 他几次的对外 包括当时候在9月18号 有一张照片 就是克拉夫跟 我们驻纽约代表李光章 然后一起这个在户外餐厅 如果说今天不是要让大家看到 他就不会选择户外餐厅了 他选择在户外餐厅 共进午餐 而且还是克拉夫自己对外说的 不是我们自己去放消息的 是克拉夫自己对外说的 而且他也说 我打算要做总统认为对的事 因为总统在寻求如何强化 跟深化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甚至他还在推特当中 很清楚的表明 世界是需要台湾全面加入 这个联合国 而且尤其是要有影响到公共卫生 还有经济发展的议题当中 他肯定台湾在公共卫生跟经济议题的部分 尤其我们的武汉肺炎 跟现在那么多国家说 台湾似乎在一个平行地球当中 似乎是一个平行世界的另外一个星球 所以这个部分都是全世界除了美国以外 其实大家对于台湾的肯定 所以他们所希望的是 台湾这股良善的力量 是可以全面去加入联合国 甚至也认为 一个没有台湾加入联合国的一个状态 根本就是在欺骗全世界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一个谈话当中 而且都是克拉夫也就是美驻联合国大使 他自己所对外去公布政治去发声的 或许大家会认为说 哇可能这个美驻联合国大使 克拉夫可能拜登上来马上就会换掉 可是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回事 而是他们在这一段时间 对于加强 包括我们的这个台湾防卫法也通过了 就是要加强未来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一个能量 甚至在所谓军构也要变成常态化 这些其实在这个台湾防卫法当中 对于台湾不论是即使川普下来换了拜登 可是这个法案还是存在 基本上也就是对于拜登政府说 你即使对中国有任何不一样的想法 你还是要尊重美国的民意 民意在参众议院目前对于台湾的支持度之高 并不是你一个拜登总统 或是民主党的政府你可以去改变的 所以这样一路来 包括蓬佩奥所做的这个宣布 其实都代表了 不论台湾跟美国或是拜登政府上来 其实我们之间的关系 其实会是有以长存 我们来看台湾最大的威胁 当然来自中国当局 中共最近有核武发展的疯狂举动 这位可能即将卸任的国务卿 他在接受新闻周刊的时候的访问的时候 这个所刊出的一个报道当中 他是跟军控问题特使 联名发表文章 说中共政权以不透明跟咄咄逼人的方式 扩大核武铺 然后华春仪马上骂这个蓬佩奥说 这个是谎言外交 做贼喊贼 搞核疯狂论世界自由公论 可是蓬孝你认为核武器确实核疯狂发展 这是真的 绝对不是假的 蓬佩奥讲的是有根据的 是的 蓬佩奥在发表这篇论文之前 他特别提到一个 就是全世界现在受的最大的危害是什么 中国的武汉肺炎 其实中国对世界的危害 除了武汉肺炎以外 蓬佩奥提出了很重要的就是核武器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 这个全世界只有八个国家拥有核武器 其中五个国家就是所谓的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常 五个常任理事国 那么最多的当然是美国跟俄国 那么所以呢 因为美国跟俄国所拥有的核武器的数量 说实在足以保证互相毁灭 而且还足以保证毁灭世界 所以说没有必要搞这么多嘛 所以他们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 就有一个协商 就是血减这个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协商 这个协议 这个协议使得美国跟俄国 彼此之间都开始减少了 核武器的生产跟发展 但是呢 中国不参加 他不愿意参加 那么这个现在这个协议到今年4月份 他就到期了 到期了以后 那么所以现在蓬佩奥又讲说 下一次我们要占协商的时候 中国一定要参加 不然的话 你是一个常任理事国 安理会 安全理事会 应该说是维护整个世界的安全理事会 你是常任理事国之一 结果你在核武器方面 你隐匿不报 就像你的武汉肺炎一样 你隐匿不说 你到底生产了多少 你到底现在的库垂有多少 你到底生产这些核武器 你的目标是什么 隐匿不报 所以说 蓬佩奥这一篇的论文主要讲这个 但是 华春莹就讲 作者喊 这是你作者喊作者 但是蓬佩奥冤枉他 他说这篇文章很有趣 他名字叫做什么 叫做中国的核疯狂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 这样的强烈的指控 因为第一个 这个协议快到期了 马上要有新的协议出来 说要逼老共进来 说要逼老共表态 逼老共当然也是留给拜登 要继续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是中共有没有核疯狂 有没有 你看 12月9号 就上个月 12月9号 环球时报讲的 美军不能摧毁南海岛礁 而且战争爆发 美国本土必遭核大国攻击 这什么意思 这不是威胁吗 对不对 然后呢 胡锡进他的微博 那更是了 去年5月的时候 他讲 中国需要在极短时间之内 把核弹头的数量 扩张到千枚的水准 更特别的是 还有一位 朱德的孙子 叫做朱成虎 他现在是 在中共的国防大学里面 他是防务院的院长 他在2005年的时候 他公开的讲 他说如果美国干预 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话 那么中国将使用核主武器 而且他讲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西安以东的城市 做好牺牲 然后美国也要准备好 牺牲数以百计的美国城市 这个问题在美国的国会 引起很大的波澜 为什么 你这种的赤裸裸的威胁 这是什么 这叫做毁灭人类罪 对不对 但是更离谱的 有一个中国的教授 他叫做什么 他是主张说 要炸毁地球 他说我们 跟美国讲说 我们要攻击他 不够看 我们的武器 可以炸毁地球 所以但是呢 中共有没有制止这些言论 没有 当胡锡进这样讲的时候 记者问 华春莹 华春莹 面带为下说 你们应该要跟胡总编 谈一谈 他的看法 你看 然后现在说 做谁喊做谁 谁搞核疯狂 很明白嘛 你就是你中国在搞核疯狂 但是说实在 你在威胁谁 除了你威胁美国以外 坦白讲 美国还不怕 谁怕 印太国家 大家要怕 你看到没有 日本首相 菅义伟 他现在就是要跟 拜登要谈说 在日美的协议当中 要把美国的核保护上 要写进去 为什么突然这 日本要这个 因为你发展这些核武器 然后你没事 露一露你的核武器 我不能跟你玩 所以日本才要做这个 第二个越南 越南是受中国威胁 最严重的国家 为什么呢 你看那个地图 海南岛 西沙岛 就在北越的 这个 他的整个的港口 整个外海 所以说过去 这个陈越战争 是从中叶边境打过来 下一次中叶再生 巴恩战争 他一定从海岸 那从这样攻击 他地理上的这种接近 所以说越南怎么办 传统武器 它是绝对打不过大陆的 所以会变成什么 这些 这个印太国家 会考虑说 你发展核武器 你可以隐匿而不报 那我也要发展 我不能够 什么美国核保护产 今天如果 我跟北韩一样 我手上也有一些核武器 所以说 胡锦英讲说 为什么他要发展核武器 因为我有核武器 才可以抑制 美国的这个战略冲动 才可以修正 美国精英 对于中国的态度 换句话说 唯有核武器 才能够修正中国 对于印太国家的态度 所以就要抑制 核武器的竞赛 中国的核疯狂 所以我们再想一想 为什么两讲时代 那不是 我们也发展核武器 但是两讲时代 积极发展什么 核武器 结果被张献毅叛逃 对 为什么两讲要发展核武器 因为说在不对称的作战当中 最有效的就是核武器嘛 对不对 今天如果说任何一个国家 你拥有十颗就好了 为什么 中国在战略上面 胡换雍线 从黑河一直到这个腾冲 这条线是他的精华所在 但是这条线都靠什么 靠东边 那他的主要精华在哪里 长三角 珠三角 北上广深 你只要有十颗核子带 你威胁说 如果你敢动手 那你可能就要付出 这些代价的时候 你说中东的态度 会不会理性一点 会不会遏止他的 所谓的战略的这种冲动 拥有核武的 最怕的是madness 就是你有核子武器 而且你还很疯狂 那没有制度可以 所以说他能吓死 你没有核武 你就不要吓死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庞佩奥在他 知道自己要卸任之前 他等于就是警告 也提醒拜登政府 将来你们要处理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当然彭夏也说了 对人命来讲 核武的这个 这个是纯破坏 摧毁人类似的 但是他们的老祖宗 毛泽东对人命 其实就没有任何的 这个是 这个当年 当年 连赫鲁雪佛都被毛泽东吓一跳 赫鲁雪佛都吓一跳 赫鲁雪佛已经构独才 专断了 所以毛泽东跟他们讲 他说如果说这个世界 有27亿人 如果我们要爆发 核子战争的话 我们顶多可能损失 三分之一吧 最多二分之一吧 如果这样的话 能够把这个世界 整个的重新的 来毁灭一下子 重新 但是呢 社会主义成功了 再过多几年 又可以生出来 再过多几年 这些人又生回来 我的天啊 这个人啊 这是人类 这不是一个数字耶 这不是一群白老鼠耶 你把这群白老鼠毁灭了以后 再过几天 他就生回来了 所以连赫鲁雪佛都说这个人疯了 这是蛮可怕的 那可是中国共产党 谢谢这个彭校 中国共产党现在这个领导人 也有点半疯狂的状态 以前如果说胡锦涛 温家宝啊 他们那个时代 你大概不会 就他有一个所谓董事 就是这个股东的这种治理制度 现在的习近平是自己说了算 连打疫苗都是 这个他规定几岁打就几岁打 他不想打就可以把年龄 把他自己删去 所以在这个危险的情况之下 那台湾又面临了 另外一个国际局势的这个挑战了 余将军 我们台湾就是当年 应该是讲中正总统时代 就开始发展核武 中华科学院因为张建议 的叛逃 所以就全部被摧毁了 到现在就什么都没有了 其实美军的状况 美国状况就是 很多人说 美国自己有核武 别人不许有核武 其实不是这样讲 美国不会疯狂使用 对 最主要是 你有这个武器之后 你有制控能力 你控不知控制得住 就是我可以控制得住 我今天这个核武 如果全世界都没有核武了 美国也不要核武了 如果说今天这个武器全部消失 全世界都没有核武了 美国要核武干嘛 美国他现在就做的立场是什么 我要帮一些比较弱势的国家 武力比较弱的国家 要控制那些有疯狂主义的国家 要来维护文的安全 所以说人家说 只有美国可以有核武 其他国家都没有有核武 如果全世界核武全部消失 美国他要核武干嘛 其实制作这个核子武器 是什么高深的学问 不是真的不是 如果是北韩不会做 他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 而是他受到道德 受到全世界安全的维护的控制之下 他不让你做 那可是有一些国家 就例如说中共 他就有啊 中共共产党他本身就是有核武 他拿核武如果说是跟美国一样 是来维护区域安全的 我觉得那等到核武没有了 你也没有了 他不是 他是永和自重啊 你只要谁要修理我 你谁要不顺着我 我这个核武就会指向你 所以他不就讲出来了吗 这是牺牲西安以东所有的 西安以东很大 然后呢 把美国人呢 做好牺牲数以百计城市做准备 那其实就是地球被毁灭 就是人海战术嘛 就是告诉你 我中国死得起人嘛 你们美国死不起嘛 其实讲白话就是这样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说法 中国也是我们的同胞 这些人也是一样 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的 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 就是说我们可以多死 我们做好死 你有什么权利 让这些百姓告诉你 他已经做好死的准备 我觉得是太不人道 越是如此 我觉得越不能让这个政权里面 他拥有这么可怕的武器 所以我觉得他必须要纳入 整个核武限制的会议里面去 要规范他 要强制的规范跟检视他 否则他会造成世界上的 拜登政府宣称要回到国际规范 是不是 拜登他宣称 将来跟中国的关系 跟国际关系要回到国际规范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国际规范 也就是蓬佩奥为什么要写这个文章 蓬佩奥是军事西点军校第一名毕业的 他是知道的 他非常明白 那我们军方有针对中共的核武 做过任何研究吗 当然有 其实我们军方对于相对性敌心 针对性敌心方面 尤其是对他的核子武器 我们军方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那所以说核子武器最好的方式 那个扭角一按下去就没救了 很多人说核子武器飞上去 我在空中拦截 拦截他还是会爆 那一爆他的核尘爆核污染 全部会下来 所以核子武器最大的好处就是 不要让他按那个扭 那不让他按扭的方式是怎么样 就是没有那个扭 当他有那个扭的时候 很难让他不按 过两天 马英九他们会不会威胁我们呢 中共有核武呢 老美都认证了 我们要赶快跪下来呢 他这个核武 其实不只是对我们台湾而已 他是对整个亚洲 甚至全世界 他是以美国作为目标吧 刚刚讲印太国家 美国也有 他整个世界都被威胁 他一按扭全世界就没了吧 全世界都完蛋 所以他这也是个毁灭性的武器 他敢吗 他还好他胆子没那么大 目前来讲 就是我们判断中国这个整个解放军 我们判断 对我们判断 他真的没有那么大胆子 因为所以伤人必至伤 伤人他自己百姓都没有了 他图什么例子 中美党最后就是说 他要都是他的 那当全被打破了 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了 他是无力可图了 所以他目前来讲 那个扭他目前不会按下来 所以我们对于他们的核风行 核武的准备 我们的军方都有 我们都做好准备 那当然就是那个按扭的人 不能够疯狂 是 你怎么知道旁边瘦